第五分,總共有8個政策是這個評價 我們有這個圖示的方式 就是總結了上次以及今次的結果 擺明在同一個圖表上 上一次結果是圖中的綠色橫軸 今次結果是圖中的黃色橫軸 剛才提到,醫療衛生政策 最新在今次的結果當中 剛剛過了5分,5.01分 亦是唯一一項過了5分 上一次其實有兩項政策過了5分 分別是為陳正人士提供的康復服務5.18分 以及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5.11分 今次最新的調查結果當中 我們看到它都有下跌 去到大概4.7、4.8分左右的水平 這個圖示我們可以讓小文大眾慢慢消化一下 最後其實都有一張文字版 其實跟剛才提到都是相當接近的 就是我們對比在十項的政策範疇當中 次長我們不說了 剛才提到滿意評分 最高分是醫療衛生政策 最低分是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大家的差異基本上是有差不多1.5分的差異 因為最低分是3.67分 最高分是5.01分的 這個時間我們就交給中建華博士 就住我們最新的結果進行行人 好,交給你中心 好,謝謝,大家好,我們就住這個 我們在三個月前,其中兩個半月前 開展新學部我們進行第二次調查 基本上有一個比較的基礎 好,當然社會政策的發展和社會政策相關服務 基本上是一個延續的過程 很多時服務提供之後 要一段時間才產生到效果 不過我們希望透過提供這個新的指數 我們可以在除了評價官員之外 可以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和服務項目上面 等公眾也可以表達一下對政策的一些看法 也都給政府看到哪些政策範圍 面對最大市民的不滿,最得到市民的接受 我們做了兩次,這兩次大致可以看到結果 其實這次和上次的得分差異相當小 差異相當小 第一,我都證明了我們那個調查的抽樣 以至我們的評分標準都很consistent 因為事實上過去三個月 在大部分這些社會服務和政策上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新的進展的 也沒有大動作政府,比較多的就是港房屋 會起很多樓,但是也說有一個新的所謂計劃 讓人容易上車,給5%可以買樓 除了這些之外其他政策就沒有什麼特別新的進展 所以在三個月裡面評分也沒有怎麼大變 又似乎很合理也很正常 或者我三小時間講講這十個我們怎麼定出來 其實根據政府公共行政,我們香港有五個主要政策範圍 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社會福利,一個是醫療衛生,一個是房屋 一個是勞工政策,五個大範圍,講一次是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房屋和勞工政策 這五個大範圍就是政府在公共行政上的五個政策主要範疇 這五個大範圍特別在社福利政策上面 因為社福利政策上面分類比較多 即是它本身是打開政府的網頁,社福利署的網頁 它現在在社福利署的劃分裡面有九大類的服務 有九大類服務 而每一類有一些都是,其中我們看過了之後 除了現在你們看到這裏都包含了五類 包括譬如說為殘障人士提供的康復服務 或者康復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即是第四項,第六項是社會保障政策 接著就是第七項是安徒服務,和第九項是清涉的服務 這五個其實都是在社福利署的社福利服務範圍內的 除了這五個之外還有四個,那四個是甚麼呢 第一個是醫務社會工作,第二個是為這個 我們叫為違法者提供的服務,主要是一些釋籌 第三個是社區發展,社區發展,第四個是臨床心理學服務 這五、四個為何我們沒有包含在內呢,原因是 違法者提供的服務範圍很小,受眾很少的 所以它基本上也不是太多人留意,我們如果放在調查上 可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數很少知道人很少 社區服務也是,過去二十年,社區服務是基本上倒退的 沒有甚麼發展的,也都在整體社區福利組成裡面 佔的份額很小,所以我們也不在這裏了 臨床心理學家服務,基本上在兩個情況下 基本上這個不一定,兩個情況下是會找到的 第一就是遇到一些災難性事件,譬如有學生自殺 政府就會在社區處抽取一些臨床心理學家 去到學校裡面做一些緊急支援,這是緊急的 第二種情況下就是各類其他服務,包括安老 青少年家庭服務這些,如果他們遇到一些服務對象 是有甚麼需要的話,可以透過轉界拿到這些服務 所以這種服務不是一個公眾可以很容易接觸到的服務 所以這個緣故我們也沒有放在這裏了 還有一個醫務社工我們也沒有放在這裏,因為為甚麼呢 醫務社工主要是在醫院裡面為一些入院之後 因為疾病情況出了甚麼問題,需要福利支援的 就透過醫務社工去幫他做一些轉界和聯繫的 譬如說這個中一封的老人家,行章出院的時候 他需要考慮出院之後,需要申請一些家居支援服務 家居支援服務是安老服務的範圍裡面 透過醫務社會服務,可以在出院之前 才作出相關聯繫和轉界,所以這都不是一種 直接各個人可以拿到的服務,所以考慮到這點 我們沒有把這四類包括醫務社工,違法者服務 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區發展的四項沒有帶下來 所以福利範疇九項裡面五個放在這裏 加上其他四個主要的服務包括教育,我們分開了教育的大專教育 房屋,醫療衛生就放在這裏,總共十個指標 下個月財政司就會發表他的預算案,到時我們都會有些工作去做 不過我也想讓大家知道有個概念知道現在五個大範疇 就是福利包括安保、家庭為服務這些,醫療、房屋、教育、勞工這些 現在正在用的一些公共資源,大家知道政府一年大概花七千億左右 但只是這五項服務已經用了超過一半,現在用錢最多的就是教育 包括專上教育和基礎教育,一年總開支去年以去年計,超過一千億 超過一千億,醫療、衛生主要用在醫管局四十多間醫院,當然包括衛生署的服務 但大部份八成幾去了醫管局局勒的錢,這裏也用了九百多億 社會福利項目,這裏見到的除了安老、青少年、家庭及兒童福利 為殘障人士提供的康復服務、社會保障 這裏見到的四項目,總共用了九百多億都是,三項加上已經用了三千億 而社福利的九百多億裡面,有接近七成是用在派錢的,大家知道 有些綜援、掌跡身後津貼等錢派出去的,房屋是因為有同房委會 有一個所謂自給自足的財政安排,所以主要的建屋開支, 或者經營或運營公共房屋出租公屋的部分,就落到房委會帳目裡面, 所以政府的開支範圍是不多的,政府的開支大概是四百多億至五百億左右, 相對於福利,相對於教育,相對於醫療,它是少了一半差不多,少了一半 最後勞工也是用的錢很少的,幾十億而已,大致上你見到這五個大範圍 其實用了超過三千億的公共資源,所以佔的份額相當高的, 但這些服務事實上一定是用資源,因為本身是一種社會服務, 幾多都要救呢,當然視乎政府的政策優先次序, 現在剛才講的數字都是一些經常性開支, 就未計那些非經常性開支,譬如中小學的校舍需要更新, 就逐年去計,這放在政府非經常性開支項目裡面, 它說政府也在過去幾年分兩次, 先後承諾會撥出二千億及三千億, 即總共五千億,五千億,在未來二十年, 是重建四十幾間政府資助的所謂醫管局的醫院, 這也有五千億,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會消耗大量社會資源的項目, 但這些政策範圍實際上跟民生福利直接相關, 一直都有個說法,如果這範圍政策搞得好, 民怨沒那麼大,社會和諧些,是不是呢, 這當然有很多因素,不過如果我們看回這個指標, 你可以這麼說,經過兩次調查之後, 成績就似乎現在看到現階段短期見到的市民評價, 實際上就不理想,現在在十個項目裡面, 超過五分的合格分數的只有一個, 而且只是剛剛超過五分,五點零一分的, 上一次是不合格的,而在五分以下的,其他九個都是, 你可以說那個評價是市民對這十項的所謂政策與服務, 評分實際上就不是好的,當然最大問題都是房屋, 現在看來房屋兩次都是在四分以下, 這次雖然已經稍微好轉,那是四分以下, 當然我們剛才說了,我們不能夠期望, 對於社會服務的評分,很短時間, 有一個很急速的轉變,因為政策議題最大問題是, 很多時候都要經過一段時間,政策才產生效果, 政府的短期宣示未必有用的, 譬如以房屋為例,其實房屋政策過去十年, 兩屆政府都說是重中之重的, 事實上也是在這麼多項目裡面, 我所知道這麼多項目裡面, 是過去十年推出的政策, 短期政策最多的一個範圍, 但這個範圍顯然不滿情緒比較強, 大家可以知道為什麼,我們十年來, 住在劏房的人數沒有減少過, 雖然政府搞了很多事情,又搬遷津貼,又租金津貼, 又搞了社會房屋,又搞了個度性房屋, 但基本上住在邊緣房屋, 我們做了幾次劏房調查大家都知道, 最近雖然推出劏房真法例, 令劏房有逐租權,有租金管制, 但這些都是要一段時間才產生效果, 而且你有留意,我們幾個星期前, 我們在社會民生公施計劃裡面, 所做的劏房法例相關的調查, 其實那個結果也不是太好的, 市民對政策的期望不是很高, 也不覺得可以短期解決問題, 除此之外大家知道房屋另一個問題, 就是輪候公屋時間過去十年, 不但沒有減少,還不斷延長, 政府的政策承諾, 就說你生死公屋三年可以上樓, 這個是在1997年定下來的指標, 但到現在,去到今天, 現在輪候公屋你要上樓的話, 要排五年期以上, 如果你要選市區單位的話, 可能七年八年甚至十年都不出期, 即是說基本上現在政府, 雖然在過去十年剛才說了, 說房屋政策重中之重, 又有長期房屋策略, 又搞了劏房的租務管制, 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 即有了這個中轉房屋, 過渡性房屋,社會房屋這些, 但整體住屋情況是沒有什麼改變過, 所以市民對房屋政策評分特別低, 這些都是可以很多理由去解釋, 其他那些我不重量說, 但你只見到總體來說, 在那麼多項目上面, 其實累積很窄的幅度, 都是在接近四分, 到剛剛碰到五分這個水平, 即是你可以簡單做一個結論, 因為這次已經第二次, 我們都較有信心說, 似乎這都是一個較為穩定的評價, 如果評價都是這樣, 你可以有一個初步結論, 就是香港市民對於政府現在的公共政策範疇 和相關服務的滿意水平都是很低, 原因是各種服務都真是滿足不了市民, 的需求, 也事實上各種服務, 都有一些他們現在面對的困難和問題, 我們希望將來在我們的社會民生觀察界會裡面, 可以就這些服務, 逐項做一些比較深入一點的調查, 或者就這些服務裡面的一些獨特的, 或者比較重要的item, 可以做一些跟進的調查, 我們有較多空間去討論為什麼, 我可以說說, 如果大家市民對社會服務, 社會政策的滿意水平相對低, 實際上政府自己都說, 政府集中精力, 大家不要搞政治, 不要講那麼多政策政治爭議, 集中火力, 搞好政策, 大家的社會和諧, 大家就會滿意了, 這個講法已經講了二十多年了, 一直都是這樣講的, 也都是這樣講的, 北京當局以至特區政府, 用這個理由, 有時用這個理由, 我們集中火力, 搞好經濟, 搞好民生, 我們就不需要那麼在意搞政制改革, 但是, 你看到了, 你說那麼多年, 政策問題都是, 很多時候都, 到現在, 滿意水平都是相對比較低, 究竟表現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有兩方面可以講, 第一就是各個政策本身都有一些, 香港在政策上的局限性, 其實我們一直都提倡很多, 我自己以前在理工大學都提倡很多政策改革商議, 但基本上, 基本上很多這些商議都經過很長時間, 都沒有什麼突破, 舉個例子, 醫療衛生政策裡面, 政府在1993年已經提出要搞醫療保險制度, 結果一路談談談談, 已經經過26年, 去到2019年, 才搞4月1日, 2019年4月1日, 才推出一個不湯不水的自願醫保, 大家可能聽過了, 基本上, 由93年開始講的所謂醫療融資問題, 醫療服務佔用公共資源太多的問題, 二十多年來, 沒有任何方案是可以有效地處理過, 做成結果, 醫療開支也急劇上升, 1993年的時候, 政府撥錢給醫管局大約一百億左右, 現在去到九百多億了, 九百多億了, 即升了八、九倍了, 但我們的醫療服務, 在這二十年之間, 究竟是改善了, 還是惡化了呢? 今次好少少, 好像升了少少, 但升幅, 阿威都說了, 是不顯著的, 而事實上, 我們現在面對, 譬如不用講COVID, 每一年一兩次的流感高峰期, 都是搞到守望國聯的, 都是要在急政室蹲整天才上病床, 我們公樂醫院的病房的病床, 使用率是超過一百%的, 即是一張床同一天有兩個人睡過, 這些都是很特色的問題,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如果政府以為可以搞好公共政策, 就可以令市民滿意政府表現的話, 似乎, 如果真的這樣想的話, 現在的市民的反應和評分, 就可以說政府應該警惕了, 因為市民事實上, 對各種社會政策和服務, 仍然相對不滿意的, 這是第一點我想說, 第二就是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搞好福利社會政策, 就可以令市民滿意呢, 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這些福利和社會政策, 本身在政策制定過程裡面, 很多都不是有很大的, 所謂市民參與的空間, 大家知道譬如防委會, 負責公屋的政策, 資助防委會, 但實際上防委會只有二十幾個委員, 基本上它的會議也不是公開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對於政府, 過去二十年花那麼多精神, 花那麼多時間, 花那麼多錢, 去搞那麼多新的花款, 基本上也未必能夠滿足到市民的期望, 因為很多市民覺得這些政策有些比較離地, 也不能夠針對市民的真正需要, 其他科目當然是, 譬如福利福利, 除了我們現在見到五項外, 另外包括四項, 至於福利福利, 自從1990年之後, 我沒說錯, 1990年之後, 是沒有出過任何一份政策文件, 沒有出過政策文件, 已經31年了, 32年了已經, 沒有出過一份政策文件, 而1998年, 即是回歸之後第二年, 政府甚至將寫福利五年計劃的機制都取消了, 即是現在是沒有機制的, 每一年, 就要看下政府的私情報告, 或者每年的財政預算案, 那一段時間, 政府貼起哪條筋, 他貼那條筋, 撥多幾百萬, 就給福利處長, 可以增加多幾十個, 那些, 日間照顧的縮位給老人家, 即是前年這樣, 前年就有很多盈餘, 那時候未受到疫症打擊, 政府是預留了二百億, 二百億, 給勞工福利局長, 去買一些私人的物業, 去提供一些短缺的服務, 給一些日間的照顧, 老人家, 復興服務,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標準, 也沒有什麼規劃的基礎, 因為這樣的緣故, 公眾的參與都很少, 所以其實問題是, 如果以為搞好服務, 就可以改善這個民生的話, 這個都不是一個真正的話題, 真正合理的說法, 或者說, 在一個缺乏民意監察的議會, 當政府的決策機制, 也不受民間影響, 甚至現在連傳媒監察都沒有的時候, 政府決策出錯的機會都大了, 政府決策很多時候, 圍繞著這些社會民生福利項目的決策, 如果它因為缺了民意的輸入, 或者現在那班議員, 根本都不能夠有效反應民意的話, 出錯的機會就大了, 我舉一個很具體的很新鮮的例子, 剛剛政府劏房的租務管制政策, 就落實推行, 早幾天有一班關注組, 就開了記者會, 因為他們已經做了調查, 要求政府正視, 他們已經預計到的一些操作上的問題, 我們上次劏康調查都說了, 譬如現在政府加幾十人在政府裏面, 根本無法保證所謂簽租約, 或者根據租約來收租, 保證業主住客租住權, 以至業主有責任維修這些, 你五十人如何保證涉及二十幾萬人的住屋, 可以有這些做足這些東西呢, 他們就著這個問題, 就有些建議, 他們就要求見陳凡, 運輸服務局局長, 據說, 陳凡沒有entertain他們, 沒有見他們, 跟著這班關注組和相關人士, 就要求現在立法會的議員, 包括了一些, 都是建制派當然, 就要求他們幫助轉達, 以及幫助他們去約見政府官員, 這位議員就說, 他不會幫他們約見, 因為我都關注這個問題, 不用幫他們約見, 我自己跟他們講, 那班居民, 華哥關注了相當不滿意, 即是說, 現在, 你看到這件事, 看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市民或一些關注組織, 想直接約見官員去, 現在沒有一個正規的諮詢渠道, 想直接約見官員去討論這些問題, 現在是沒有什麼合法, 沒有什麼建立, 已經確立了渠道, 而當他們接見這些議員的時候, 這一屆剛剛選出來的議員, 也都用一種很傲慢的態度, 去拒絕他們的要求, 如果這個是一個常態, 或長遠都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預計, 政府以為可以搞好政策, 就爭取市民的支持, 令社會的不滿情緒減低, 撕裂減低的話, 第一, 這件事是否真, 還要時間驗證, 第二, 你從一開始已經見到, 現在的制度, 似乎不能夠幫政府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這都是我們現階段可以看到的問題, 詳細我不講了, 大致上經過兩次之後, 我們大致上可以去一個階段, 作一個第一回合的總結, 就是說, 普遍你看到的分數是這樣的話, 即是市民對整體社會政策的每月程度都很低, 我們希望再長遠, 我們三個月後再做的時候, 是有一個更長的週期, 看到這個變化是怎樣, 下次我們再做的時候, 應該是, 政府已經發表了它的財政預算案, 財政預算案其中一個看點, 就是政府怎樣擺放資源, 到時怎樣分去不同服務裡面, 有沒有一些改變呢, 大家已經看到了, 剛才我講的那些數字,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就是說會不會跟著這一年的預算案裡面, 撥多多錢, 去處理一些最不受市民支持的政策呢, 但是可以幾個星期後, 就可以有一些端例可以看到, 說到這裡, 謝謝你。